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欢迎收看两岸三地加国情 那今天是12月25号圣诞节 首先祝各位圣诞快乐 那么圣诞节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 但是我们观察到随着圣诞节在世界各地越来越普及 但是圣诞节其中所带有的宗教意义却是越来越被淡化 尤其是在像加拿大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当中 为了不冒犯其他不同的宗教信仰或者是价值观 这个所谓的政治上的正确 也就是political correctness正在成为一个新的主流 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探讨一下 庆祝圣诞节具有怎样的一个现实的意义 那么最近有一项民调 就是在有关BC省民的庆祝圣诞节的一个方式的一个调查 那么发现其中有九成的人都会为亲友买礼物 这是一个最普遍的方式 然而呢在圣诞节呢参加宗教仪式来庆祝圣诞的人却不到四分之一 我们来看一下有关的报道 Inside West的民意调查公司就如何庆祝圣诞访问了800多名审民的意见 结果显示有最多人回应的答案就是购买礼物 高达九成 其次是布置家居 而参与宗教聚会的比例就只有两成三 民调负责人表示 过往不参与圣诞宗教活动的人士都以年轻一辈为主 但现在这个趋势已扩展到其他年龄群体 对此圣公会座堂的牧师承认 这是反映现代西方社会整体上宗教信仰建区个人化的潮流 但他认为在温室中心情况可能有些不同 城市电视王庆报道 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那么首先提醒观众朋友的就是呢 由于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是期前录制的 所以今天就没有热线电话开放了 那么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三位嘉宾 第一位呢是鱼双城牧师 欢迎您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第二位是时事评论员蔡鸿安先生 欢迎您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过节好 第三位是本大笔家长新生组织的成员 梁汉华女士 欢迎您 苏森你好 各位观众你好 那么现在呢就是圣诞节期间 到处这个特别是商场里头 这个圣诞的气氛是特别的浓厚 到处呢张灯结彩 但是我们发现呢就是说圣诞节 如果说你问大家 圣诞节的主角是谁 可能很多人会说是圣诞老人 因为商场里头到处可以看到圣诞老人 是不是 但是其实想跟鱼双牧师来探讨一下的 其实说圣诞节它最原始的意义 因为它的主角应该是耶稣 对不对 您讲得很正确 实际上圣诞节的起源并不是基督教里面自己出来的 那差不多在西元300多年 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 他将基督教尊为国教之后 于是他就希望有很多的节旗 那实际上我们所了解的圣诞节12月25号 并不是耶稣出生的日子 就是很多人都了解 因为在那个时候初期十年之内 他仍然是一方面相信基督教 一方面他也没有放弃他的异教崇拜 尤其是他特别崇拜太阳神 而12月25号就是太阳神日 那其实这一章从12月17到21号 在当时他那个冬季叫做农神节 农神节他们习惯就是要放花朵啦 点蜡烛啦 送礼物庆祝啦 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些习惯慢慢的 就融入到所谓的基督教的一些活动里面 后来实际上圣诞节本身来讲 它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意义 就当教会慢慢发现 虽然他不是真正耶稣出生的日子 但是借着这个机会很多人去庆祝 或者是回家团聚 或者是彼此互赠礼物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此他们也利用这个节日来介绍 耶稣基督的故事 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故事 是一个婴孩在那天晚上出生下来 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当然圣诞节里面真正意思是代表是说 他是一个博爱的 他是一个牺牲的 他是一个谦虚的 他是一个分享的 那这就是一个圣诞节里面 真正的精神在里面 当然现在这种精神仍然存在 在许许多的活动里面 但是对一般人来讲 可能是居然有陌生 那您作为这个基督教的牧师 您怎么看待说现在 这个圣诞老人已经好像 成了一个这个圣诞节的主宅 然后特别是从很多小孩从小开始知道 就是收礼物啊 圣诞老人会送礼物给他 第一个知道的并不是耶稣 您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问我 他说到底圣诞老人 是不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 实际上我们都清楚 圣诞老人实际上是在第四世纪 在小亚西亚有一个主教 他特别有爱心 他利用这个时间呢 特别就具备一些礼物 给那些贫穷的儿童 那后来在荷兰 有一个老人家叫做 圣尼古拉 他就模仿他的做法 慢慢地 这个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蔓延开来 一直到今天 我自己的看法是 我觉得圣诞老人 这样一种文化的活动 它不是一件坏事情 因为究竟他所散播出来的 也是属于一种博爱的精神 当然尤其对那些 不承认是上帝的人 借着圣诞老人这么一个信息 让人家知道圣诞节里面 有个独特的精神在里面 反而会让很多人 更有更多的机会 去认识那圣诞节的主角 是 那么现在这个 我在想啊 就是说北美社会 这个圣诞节 毕竟是北美社会的 一个一年当中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那么 但是这个节日 它最原始的意义呢 却是在逐渐地被淡化 但是现在中国 你看现在有很多 这种传统的节气啊 传统的节日 都在以这个传承文化的 这样一个名义在进行恢复 那么蔡先生您觉得就说 像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 有没有必要就是说 对于它的原始的意义 进行一种恢复呢 那要看 怎么去看这个节日 你的信仰 比如说你是有宗教信仰的 那么你就是应该 而且是跟这个耶稣有关的 你就应该去真正认识 这个节日的意义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民调也说了 90%的人都说这个节日 第一个原想到的 就是送礼物 23%的人才是说 跟宗教有关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呢 可以说当今西方社会 是非常包容 非常接受这个节日 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宗教的节日 不管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节日的庆祝 并不是一个坏事情 就像牧师所说的 大家送礼物啊 观爱啊 慈爱啊 吃火鸡啊 甚至招待 穷人去吃顿饭 所以这个大家都很认同 所以从这个呢 不是很多人不觉得是 对某一个宗教要淡化它 而且他没有对这个宗教有信仰的时候 他也能够包容它 那么就是户上有一种和谐 你要庆祝这个 作为一个宗教的庆祝 他们也不反对 那么宗教人是你今天教他 没有人会站出来说 我相信啊 没有人站出来说 你要是不相信这个宗教的 你就不要庆祝圣诞 没有宗教的人会这样说嘛 他们也很高兴 看到大家虽然你没有 还没进去这个信仰 但是你已经对这个信仰的这个节路 有一个比较肤浅的一个承认 或者是一个结束道 但是这个节路呢 像你讲在西方社会 从小没有小孩不喜欢 就是因为信当老人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个送礼物 没有小孩不喜欢收礼物 小孩收的什么礼物呢 就是他们最喜欢的礼物 就是玩具 那么要很多很多人送玩具给他们 那么当然喜欢 另外一个呢 你说到这个结论呢 的的确确是每一年西方社会 要是你可以说他们的经济 是靠一个公求自由市场来推动的话 这个是给了大家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去消费 那么圣诞节是每年经济零售里面最重要的销售期 他们都要靠这一个期来到赚钱的 但是我们华人都不一样 我们有两个大节 圣诞节过后西方都变成boxing date 就是特别便宜了 而且已经过了什么船货要推销掉要减价了 中国人很快这边这个圣诞节的布置 这个拆下来以后马上要撞上去要过农历年了 所以就像我们跟这个西方的零售商说 我们好像有两个圣诞节这么重要的销售 当然我们这个铺租就贵了 那个消费啊 很多这个消费活动也出来了 所以从这一方面呢 一个商业社会的这个活动 商业社会就能够推动 他们也很认同这个 因为对他们有利 但是对一般人来讲 他们不反对 非常包容 那加上大家来讲更加喜欢 因为我们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所以对不同宗教呢 都保持一种很平衡公平对待 你要清楚你的宗教是绝对没问题 但是现在有一种趋势呢 就是说那种政治正确性 就是说现在的人已经好像不太实心说 Merry Christmas了 要说Happy Holidays What a season's greetings 对对对 要说这些了 但是呢 我知道有一些 人家相信这个耶稣的人 他们可能就觉得受到了冒犯 他说你所谓的包容 其实侵犯了我的那个利益 为什么不能说Merry Christmas 是不是 所以说特别是政客 因为他们是要选票的 那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 比如说有人是信佛教的 你叫他Merry Christmas 庆祝这个宗教的 他可能是不愿意 不要说是这个佛教 还有其他的宗教 那现在的问题是 没有信耶稣的人 他们都能够包容 这个圣诞节 包括圣诞节的庆祝 他们不反对 他们没有去教堂 但是他们也一起来庆祝 能够 他们能够包容什么 吃佛鸡啦 送礼物啦 表示爱心啦 慈爱啦 表示对贫穷啊 需要帮助人 也尽一点爱心啦 这个时间 但是反过来 反过来呢 我们应该问是 要是有人 没有这个信仰 没有这个宗 不相信这个宗教的 是否相信这个宗教的人 又不能把其他人包进去呢 也不能够把其他人 包容进去呢 那么要是从 加拿大的价值观来讲 就是说大家应该互相尊重 不是去反对人家 不相信你的时候 去反对人家 而是说我相信什么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尊重 或者是让我继续相信 我相信的 就可以了 那么要是你愿意参与一下 也没有勉强你要参与多少 是吗 那么都可以 大家 这个圣诞节 大家都根本上是 见到面都问好 而且是一个特别快乐的气氛 从小孩到老人家 都是这样 那么还有一个有关 这个圣诞老人的这个新闻 我记得以前是在 好像是在美国发生的 就是说有一个老师 跟小孩说 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圣诞老人 因为小孩都以为说是 圣诞老人在他们睡觉的时候 把礼物悄悄地放在那树下 然后就走了 是吧 小孩就是相信的这样 不管是童话也好 怎么样 小孩都是相信的 然后那个老师就跟小孩说 世界上压根就没有什么圣诞老人的 礼物都是你父母送放那的 然后就因为这件事情 那个老师受到惩罚 我不知道是停职了 还是被开除了 那么梁女士 您作为一个比较关心 这个孩子的成长 这种家长的一个组织 您觉得应该怎么样 跟孩子说圣诞老人的事 或者说完全也应该告诉他们 是没有圣诞老人的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 他不认识这个耶稣降生 这个故事 这个历史事实的话 他去把圣诞老公公端出来 说是圣诞节的主角 也无可口非 因为他们不明白 这是耶稣降生 是两千年前的事情 我们今年2015年 怎么来的呢 就是从耶稣降生之后 开始算起来 所以才有2015年 因为耶稣的降生 全世界都用这个新历年 2015年 而且呢 这些人 他们不明白 这个历史事实 所以才有这样 把圣诞老公公 叛着变成是主角 我们可以理解 但话要说的回来 还是事实就是事实 因为耶稣曾经在 以色列的伯利恒出生 是个历史 有历史根据的 所以孩子你给他事实 他会有一个事实 他以后他会认识 他会分辨事实 然后去分析事情 如果你不给他事实的话 他就用自主个人的感觉 或者猜想的话 就可能 墓以豪里 然后是什么千里 物质千里 所以对于家长来说 我们来翻翻圣经 来看一下历史是怎么写的 这个 记得那个大英帝国 那个维多利亚女王 他就问她宫廷的牧师说 究竟有没有上帝 那我们知道 耶稣降生是神 将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然后那个维多利亚女王 就问她的宫廷牧师 究竟有没有上帝 宫廷牧师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来看看犹太人的历史 因为耶稣降生 然后人类的创造 都从犹太人的历史 自载下来的 那作为家长 我们当然要把事实告诉孩子 然后生长老公公的事情 也可以做 我们也很高兴把礼物送给孩子 所以也不是说 没有这个事实 也不能够送礼物 我想孩子会明白的 你只要把事情 事实讲给他听 当然是大家都有好处 对不对 孩子有快乐 然后父母的信仰 或者把事实告诉孩子 大家都有成长 有好处 对 那像您这样的 就是有基督教信仰的 这样的家长 然后您的孩子呢 现在我们知道 现在的功效系统 是非常的自由的 非常liber的 那他们孩子在学校里 学到那些东西 和你们教他东西 其实是很有冲突的 那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你们是不是觉得 就是说抚养孩子 这是一个特别有挑战的 一个这样的事情 是 当然是有挑战 但是我觉得 如果孩子跟父母 有一个信任 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从小就有好的关系 互相无话不谈的话 孩子信任父母 父母讲什么 他就相信什么 父母的价值观是怎么样 孩子也容易接纳 父母的价值观 就算他去到学校 老师跟他说 圆形是370度的 他也不会相信 因为他妈妈告诉他 圆形是360度的 所以我们从小 孩子从小的时候 给他一把尺 直的尺 每逢他遇到什么事情 他就把这个尺度 去量一下 这个线直不直 这个角度直不直 所以我们也不担心 如果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好的话 大家能够开放的谈 无怕不谈的话 我想孩子能够承受 外面的压力 同财的压力 或者一些谋论 或者一些外力 他们可以有这个能力 去抵制 那么前不久的话 就说有英国 有这样的一条新闻 就是英国的一个宗教问题委员会 他公布了一个公共生活信仰的一个报告 那这个报告的结论就是说 英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了 所以也就不应该好像假装 它还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一样 应该从它的整个社会体系当中 非常系统的去基督化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报告 一个结论 那这个结论出来之后 当然是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回响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图表 看一下就是说加拿大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图表的话 它是根据 加拿大统计局 是2011年的一个人口普查的一个数据 那其中的话 就提到加拿大宗教人口的一个比例 我们可以看到 里边说罗马天主教是占38% 其他的基督教 像什么东圣教啊 什么新教啊 这些占28% 那么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呢 是有23.9% 伊斯兰教呢 是3.2% 另外像西克教 印度教 佛教啊 犹太教这些就是各占1% 另外还有其他的宗教 0.6% 那么从这个图表上来看呢 可以说这个罗马天主教 和基督教加起来的话呢 应该说是占了人口的67%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 那加拿大应该可以被称为 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了 从这个人口普查的这个数据来看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加拿大这个社会呢 现在变得好像是 也是越来越去基督化了 那么余牧师 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趋势 你觉得这个去基督化这个趋势 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吗 像你刚刚所提供的数据啊 就我自己在教会里面 误会的经验来讲 恐怕那个数据会更低 如果你当中超过50%的人口 是基督教的人口 如果我们把天主教跟基督教 是都当做基督教的人口的话 那它这个国家的表现 是决然不同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一般人认为信仰 它是一个宗教活动 那实际上信仰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生活方式 那这种生活方式来讲呢 它其实并不一定要需要 某一种制度去维护它 或某一种法律去特别支持它 那我觉得 如果有些人觉得 在整个一个国家制度里面 或者各种一些法规里面 对某一些宗教有特别优待的啊 我个人认为 这反而不是一个正确的事情 因为实际上在美国当初 他们立国的时候 经过一些第一个立宪的修宪法 他们就采取政教分离 为什么他们在差不多两百多年前 就这样做呢 因为美国来讲 它就是清教徒 他们当初移民到美国 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清教徒的国家 因为他们从英国国教 受到一些不合理的待遇 他们到美国 但为什么他们在整个一些开国元兴 在立法上有那么一个概念 因为他们也说过 尤其中国说 如果一个信仰需要国家去保护的话 那这个信仰就不是一个合理的 因为信仰本身是有力量的 但如果有人说 我们在整个国家制度里面 对某一些宗教 是有特别的优待或强调的话 我倒觉得这不是一件正确的事 确实应该修改 因为整个基督教 它内容的变化 就是在罗马君士坦丁 我们知道在罗马君士坦丁 大帝接受基督教为国教之前 基督教是一直被逼迫的 逼迫得很厉害 但是当他变为国教 奉为上兵的时候 反而基督教的内容来讲 反而开始堕落 其实这样的言论 在圣经里面 耶稣早就讲了 所以我倒不觉得 这是对宗教一种侵犯 我倒觉得 这对教会来讲是一种繁星 好的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还是先去段广告 回来第二部分 继续我们有关圣诞节的 庆祝圣诞节的 现实意义的讨论 好了 我们一会见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时间 继续我们这个有关 在现实社会当中 庆祝圣诞节的意义 那么我不久前的话 在本国的话 就发生有两件这种类似的 就是有关基督教和世俗文化之间的 一个争议的案例 第一件就是说 在今年6月 最高法院就裁定 魁省的一个小镇叫Sakunay 它的一个议会 开会之前 它有一个仪式 就是一个进行 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祈祷 那么这个仪式的话 就被当然是非信徒 就告上了法庭 说这个其实对他们 这些非信徒的一个冒犯 那么这个法院就裁定的话 他们不应该再进行 这样的一个祈祷了 那么另外一件 就是在BC省的事情 就是那个C31大学 那么法学院 那么C31大学院 它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大学了 那么它就是反对同性恋的 这样的一个立场 那么他们想要开设一个法学院 那么这个法学院的毕业生的话 就遭到了这个BC省 这个律师协会的抵制 就说你们培养出来的这些律师的话 那可能就带有你们自己的这个宗教色彩 所以就可能不是那么的不偏不倚 那么就有为我们法律这个公平公正的这样一个原则 所以我们不承认你们的这个毕业生的资格 你们不可以在BC省职业 就像这样的一个争议也是很长时间了 那么蔡先生你怎么看 就是说当你说加拿大应该是多元文化 一个比较包容的一个社会 那么现在呢很多基督徒就说 那你这就是不包容我们 那这是对我们的歧视啊是不是 那您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你刚刚讲的两个例子 跟加拿大的价值观 跟我所讲的包容并没有冲突 刚刚牧师也很开明 你其实已经解释了这个观点 第一 政教要分开 要分离 那么都是现在文明社会大家认同的 不是宗教来带领政治 是政治本身要反映出社会 对不同的人都要公平 平等 尤其是还要更开明的 更文明的 要保障小数民族 或者是小数信仰的人 不是众数的人信什么 你就逼其他人去跟他们去信什么 这个才是不包容 不是包容 反而是不包容 那么你讲的第一个例子 在这个惠布克森在议会 议会就根本是一个论证的地方 要是我们认同这个政教要分离的话 为什么在议会开会的时候 一部分对某一个宗教有信仰 逼得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先对这个宗教 这个企图才能开会 那能否包容没有相信的人 能够在里面开会以尼布去逼他 去跟其他有信仰的人 去供奉某一个主人才能开会呢 这个所以没有冲突 这个应该是这样做的 至于你讲的另外一个原因 可能这个观点就更明显的意思 因为你讲的这个大学 是叫Trinity College在BC上的 它是一个宗教的大学 在这个法学院 不单只是法院所有的学生 他不认同某一些加拿大宪法 所给予所有加拿大人的保护的 但是他有权信奉自己的宗教 那么加拿大也是保护每一个宗教的 那么但是在这个大学念书的人 比如说他们是否定同性认的人 那么所以律师公会 可能很强烈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你这个宗教 你在这个学校念书的这个学生 你必须要在学校里面 已经是认同了这个观点 不然你根本就不可以在我这里上学 就是说你培养出来的律师 要是你在念法律的时候 你认同性认你就出去 你就不可以在我这里念书了 那么第一个这个已经很有争议在 在这个加拿大 要是我加拿大政府发牌给你 你可以培养律师的话 为什么你要牌子不是包容了 是包容的双反 是你不包容某一些人来上学 这个一个问题 何况你培养这个专业人才出来 然后呢他代表一个律师的身份 对社会某一些人已经有歧见的时候 你怎么去代表公平公正在法律面前 来到交代呢 所以这个律师公会我也觉得呢 他有他的原因 为什么他不认同这个 你有权传你的宗教 他没有说你没有权 但是你说你的叫法律出来的学生 必须要反对同性认 不然我不给你毕业 或者我不给你进学 这个有一个问题在这里 那么梁女士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想Western Trinity这个大学 它不是反对同性认 它是要求学生进去这个学校的时候 要没有分外的性行为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不是个婚姻关系的这个行为呢 他们是希望学生是有一个正确的亲密关系 他不是反对同性认 所以要纠正一下 然后加拿大这个人权法里面 加拿大也签这个世界 这个人权宣言 人是有自由可以 有自由信仰 有自由的conscious的良心 也有自由的表达 所以呢 这个三一大学 他也同样收到这个人权法里面的保障 你们就是学生 你觉得你不能够守这个 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这个盟约 这个亲密关系的话 你可以考虑去别的学校读书 没有人逼你去到这个学校读书 我觉得这个是也保障言论自由 宗教自由 良心自由 所以没有冲突 所以呢 这个BC最高法院 给这一次的上述 已经就是拨回来 是让他们能够过 这是可以开这个法学院 我觉得是很公道的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在不久前 我记得也是 你也上过我们的节目 有关这个在功效系统 这个性教育课程的这个内容 引起了很多 就是说价值观比较保守的 这些华人家长的一个反对 那么您当时也跟我们说过 那么您可以再跟我们讲一讲 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小孩在一个非常小的年纪 就是说了解了很多 就是说价值观 就是同性恋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 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 性关系的一种 一个种类 不要对他们就有什么歧视 那么在小孩很小的时候 接受这样的观念的话 对于他今后的成长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下 加拿大的宪法是保障 父母是孩子 唯一首先的教育人员 Primary Educator 任何的课程或者学校的活动内容 违反了家长的权利的话 家长是应该坚持这个国家给予的权利 所以我觉得孩子要跟谁有亲密关系 不是学校或者教育系统的business 那如果这家庭 每个家庭有自己的家族观 每个家庭可能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如果学校给一套是比较放任的 我可以说是一个淫乱的一个运动 什么双心恋 同性恋 然后有变性 这个不是一般的传统的家庭价值观 所能够理解 能够接受的 而且按照我们过去人类这几千年的历史 有一个爸爸 有一个妈妈 来带着他的孩子 是一个最健康的 一个成长的环境 孩子在这个稳定的家庭的体系里面 能够建立他的那个identity 他的那个身份 不然的话 如果没有一个婚姻的亲密的关系 很多family不再成为family 不再成为家庭 很多人是个体 然后呢 当你生诞节的时候 你去找哪一个family跟你庆祝 You have no family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学校教育系统政府 不应该干涉家庭的那个教导孩子 自己的传统的家庭价值观 或者甚至是信仰 这个不是国家的business 也不是学校老师的business 好的 那我们还是先提醒下观众朋友 我们这期节目的 因为是提前录制的 所以就没有call in电话开放了 那么可以继续跟余牧师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因为很多人都说 这个基督教是非常歧视同性恋的 那您怎么来解释这个现象 我自己在教育界 待过蛮长的一段时间 我的感觉是 实际上人的歧视 是出于无知和恐惧 其实我们歧视很多人 不只是同性恋 我相信就是同性恋本身 他不自觉地也歧视很多 其他跟他不一样的人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发生在学校里面 目前在business那边 学校里面是同性恋 它是合法的 但是 但我了解 在今天很多在学校发生的事 如果有一些人 他坚持他自己 所谓的传统性的婚姻价值观的时候 他反而被歧视 这是另外一种霸凌 我十分清楚 实际上我们所了解的这件事情 像同性恋 今天在整个社会压力底下来讲 他们承受的压力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 只有当事人所能了解的 今天我们在我们信仰里面 我们责备同性恋这种行为 是特别是在罗马时代 希腊时代 那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但是那种同性恋 纯是出于肉体的享受 你研究历史都知道 那时候社会道德十分的败坏 今天同性恋稍微有些不一样 因为我自己以前在念书说 班上了这样的同学 确实有些时候 某些人几少住 他生理上有些异常 但是不见得是同性恋 但是因为挫折 没有办法得到帮助 他很容易就走到同性恋这条路上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观点是说 我们认为同性恋是一个自然现象 还是它是个不自然现象 或者是个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 我们再想其次的问题 所以我们信仰来讲 我觉得我们信仰应该遵守是耶稣的教训 耶稣恨恶罪恶 但是他从来没有拒绝罪人 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祷告 他说要为你的敌人祷告 为你逼迫的人祷告 如果对同性恋 虽然今天很多同性恋 我们看到他们风光了一面 但他们得了病以后 反而成了社会的编约员 政府没有照顾他们 同性恋团体没有照顾他们 反而今天照顾他们的是一些宗教团体 我觉得我们与其去责备这些人 不如我们花更多的精神去关心他们 但是就我自己了解 学校它是个教学的环境 如果你定了一个法令 是一件普遍性的法令 并不适合对保护同性恋 能发生作用 如果我们为了保护同性恋 这些学生 让所有的人 都完全认为同性恋是健康的 那这样所产生的后遗症 我们要考虑 这会带来什么呢 家庭的杰住 当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家庭的结构开始松散的时候 它所产生的影响 你从社会学的角度去探讨 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些 目前法令的定义 我们常常看不到 它后面配套的结果 我们也没有办法 有个更深远的教育家 出来讲话说 到底这个法令定下去以后 会产生多长远的影响 而我们的子孙要面对这样的结果 我不知道这些政治家 或者政客 他有没有考虑过 这是我提出的 他们可能就想到 就是不要得罪太多人 以免影响他们的选票 可能是这样 对蔡先生有点补充 我个人的看法 加拿大的宪法 再下来就是加拿大的法律 它是要保障 每一个加拿大人 包括同性恋的人 那么好 我们先讲这个 提不提倡 同性恋放在一边 我所理解的 甚至现在科学上 医学上 所能够提供的这些资料 说有一些人 他生理上 就是一个同性恋的人 那么要是这样的话呢 而他不是你叫出来 你叫他不是同性恋 他就变成不同性恋 你叫他同性恋 他就变成不同性恋 的话 有的人生理上 就是同性恋的人 那我们加拿大 就已经知道了 就说我们应该去保护这些人 这些人不应该受到 撑犯 不应该受到歧视 所以我们有法力 来保照 他们能够受到公平 跟其他一样平等的对待 所以才会产生这一种 甚至到学校有一种教育 所以你不能够 歧视同性恋的人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要是从一个法律的角度 甚至一个社会 文明社会的角度 我是认同的 除非我们说 有些人生出来 比如说你生出来 你是男的 你生出来你是女的 能合罪之友 为什么说女性 这不可以跟男性平等 到今天 无论我们说世界多文明 我相信 月干代之后 他们会很不明白 今天为什么是同工不同酬 这么久的时间 都没办法摆平这个事情 你们到底祖先 发生了什么问题 这是罪过 问题 是否男性转了 长了权 就要压着女性下去 同样 要是生你出来是同性恋的 你就偏偏说 你生你这个不对 那要是我们相信有上帝的 那上帝为什么会生这个同性恋的出来呢 要是有上帝说这个是不对的 那么为什么他会受到人家歧视呢 好了 另外一个 相近的话题 我们应不应该 比如说通过教育各方面 提倡同性恋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觉得 我自己个人 也不赞成 要提倡同性恋 但是我学校这个呢 要很分明 我们第一步要做到的 必须要从法律要贯通到社会 某一个城市 包括教育里面 不能够去歧视 要保护每一个人嘛 要是我们认同这个的话 不能够歧视任何人 你不能够歧视同性恋的人 好了 但是你提不提倡呢 我认为你没有必要去提倡 是吧 因为我们还是认同 一夫一妻 是我们所谓的西方社会 甚至文明社会 这个是nucleus of society 就是这个family 所谓的家庭 体制 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 社会的基础 那为什么你去提倡一样东西 他既然没有这个倾向的 你去提倡一样东西 反了你这个原本 你这个支出你社会的 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有很多时候 我觉得我们问敖来谈这个事情 或者是用很感性的 是吧 哎呀你这个包容同性恋了 你为什么这个 这个完全没有一个理性的 去讨论这些问题 包括这个大马一样 就是用一些很感性的东西 或者是挑起一个火影 让它爆炸出来 然后讨论就没有理性 去讨论这个事情 但是其中还有一个 就是少数和多数的问题 那所谓同性恋 你要说生出来 就是同性恋的人的话 他毕竟在人群当中 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比例 那么我们中国有句话 叫重口难调 那么你就为了这样一个 非常少数的比例的 这样一个族群 去在法律上 从系统上去制定一个东西 去满足所有人 你不觉得这样的一种 一种制度是太理想化的 那我举一个更明显的例子 它生出来是残阅人士 他们一起是一个很小数的嘛 那为什么在文明的社会 我们说你在公共场所 你必须要有残阅人士的洗手间 你必须要残阅人士 能够进去的地方 甚至BC省政府现在规定 所有政府的新闻发报会 都必须要是残阅人士 能够进去 要是这个场地 他进不去的 你就不能在这个 用政府的名誉 用利税人的钱 代表所有 所有的民众 来开这个新闻发报会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我们要保护 每一个小数群众 我要提醒大家 我们华人 在加拿大也是小数民族 有些人说 哎呀我们是主流 科学上来说呢 我们是加拿大3.5%的人口 那要是大家说他们很小数啊 你必须要逼他们 要跟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愿意吗 那为什么加拿大和谐 加拿大说我们要保护每一个小数民族 他们都有权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 就只要不撐烦你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程度的问题 就决定你的文明的程度 这个可能呢 就不是转这个大弯 而且这个例子是更明显 为什么你要保障 这个生来就是同性恋的人 就像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残月人士一样 我相信是同一个道理 好的 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广告 回来第二步 第三部分的话呢 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有关圣诞节的现实意义的话题 一会儿见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时间 继续我们这个有关庆祝圣诞节的现实意义的讨论 刚才我们讨论了很多 基于这个基督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的这个冲突 而产生了一些道德议题的一些争议 那么提醒观众朋友一下 就是我们这期节目呢 是提前录制的 所以就没有call in电话了 那么刚才的话呢 蔡先生也提到就是说 将那个同性恋 这个少数族群和这个残疾 身体有残疾的人 那个少数族群 那个作为一个 做了一个比较 那么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呢 就是说可以看出它的文明程度 对于这些少数族群的一个照顾 那么梁女士您怎么看 您觉得就是这两个族群 它有可比性吗 我没有看到可以比的 因为呢一个是physically 你可以看到的 另外一个你是表面上 身体上你不能看到的 而且已经有很多 这个scientific research 就同卵的双胞胎 一个有同性恋 另外一个没有 那怎么解释呢 然后我在讲下去之前 我想大家了解一个传播的理论 叫做spiral of silence 就是沉默的漩涡 这个理论呢 是有一个德国的政治家 叫做Elizabeth Knowley Newman 所发明的 她呢在纳税的时候 纳税德国纳税的时候 她在一份报纸里面工作 然后呢她发现有很多人 她会因着她自己的意见 跟大众的意见不一样的话 她就越来越怕发生 然后呢越来越不敢 为她自己的意见来出声 因为呢怕她被报复 就是被报复是不是 对对 然后或者失去工作 或者呢被isolate 然后呢她发现这个东西 然后她呢也曾经就是 见过这个Hitler 希特拉 然后希特拉呢 也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说如果你去有 很organize的一群人 很大的声音 去讲一个事情 一个concept 然后呢 这是特别是一个道德的议题 当时候当然他们是 反犹太人呢 他们就说 他就这个 这个Elizabeth 他们呢就创 就是 就是编造了一个故事 就是说犹太人 他买了好多 他们呢买起那个报纸 垄断那个广告 他们喜欢怎么做 怎么做 结果呢就挑起这个分恨 这个憎恨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希特拉用这一套 一个很大的声音 然后呢就恐吓 这是那些 就是把他们的意见讲出来 就是呢 那些意见的人士 就不敢说话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Nasui 就利用这一点 然后就 做了很多的坏事 很多人不敢说话 所以很多犹太人 很多人受害 那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 现在目前的状况 也是一样 这些所谓的 这是推广 这个LGDPQ 同性恋 双性恋 变性恋 这些的组织 他们人数不多 按照美国的统计 大概百分之 人口的百分之 二到三个百分之 但是他们呢 是很有组织性的 而且在这个 刚刚我说那个 Spiral of Silence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主流媒体 他们呢 垄断了这个 这个Public Opinion 他们呢 就把一个很 他们所推广的一个Concept 广大的推广 大声的宣传 所以呢 我们看到 现在的情况 也是一样 主流的媒体 一直在来吹捧 再来鼓吹 再来酸扬这个 然后再加上一些 传体 譬如说教室公会 然后呢 就一直参传 那好像 这个声音都是变成 那个 这个世界桥楼 很大很大 那所以呢 很多人 譬如说 我们也不敢在 上班的时候 讲这个话题 我们明知道 什么同性恋 双性恋 这个是 说你的亲密关系 没有男女之分 你的亲密关系 没有人数之分 现在你的亲密关系 没有长幼之分 所以你看那个 那个Toronto 他们说 从今年年纪 就教导小孩子 Concent Giving consent 什么意思就是 我只要同意 跟你有亲密关系 就好了 所以 是这样的情况 他们就是 有一套很organized的 组织方法 还要用一些特别的语言 包容 接纳 多元化 反其林 这些表面上是 很好听的话 就把 意见分子 压下去 还有呢 在这个大的系统里面 小孩子 或者很多人 就被 两个谎话 来蒙骗 就是说 如果 我 我做的事情 你不赞同我的话 你就是恨我 你不能有第二个意见 你就不赞同我 你就恨我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喜欢做的 你也要做 如果你不做 你就不爱我 人就落入 在这两个谎话里面 所以呢 我们的那个 minority 所谓的 沉默的 大多数 不肯说话 然后那个 很大声的小数 一直在说话 就变成一个 很大的 很大的巨人 我们就很怕 很怕 所以呢 我们希望 看到 我们希望 那个沉默的大多数 要出来 那么俞牧师 你怎么看 就是有关 这个少数族群 这个我们的社会 从法律上 从道义上 来为他们 需要大多数人 来接受 这样一个现象 事实上 今天最忧虑 这种现象发生的 大部分是移民 尤其是亚洲来移民 因为亚洲人 过去习惯于听话 比较少有机会 表达自己的意见 没这个勇气 但是在加拿大 整个法律来讲 跟它社会民情来讲 福利是自己去争取 它一个民主参政的程序 但大部分的亚洲人 是不明了这些 所以在很多时候 就陷入到 变成弱势族群里面 刚刚我们就觉得 他们特别提到 所以我觉得 对法律来讲 我们是尊敬 但是没有一个人 会相信法律 这是从人性观点来讲 任何的法律设定 它都有缺点 它都有空隙 没有涵盖性 如果它有涵盖性的话 就不需要律师 所以真正能保护你自己的 我比较赞成 刚刚我们一位来宾发言说 真正是做家长的 你要学习 怎么表达你的意见 去争取你应有国家 给你的权利 我们刚刚这位来宾讲的 加拿大有给你权利 你要去争取表达你的意见 然后用这些合法的权利跟意见 维护自己的自由思维 因为差别不同意 并不代表这是敌对 可是往往在一个社会里面 今天我觉得 很多事情就被扭曲为之多 如果你不同意我 就是跟我对敌 这是一个很荒谬的思想 我想任何一个西方人 都不会同意这种思想 意见不同 因为我们在整个西方机构工作过 有不同的意见 但并不代表我不尊敬你 或反对你 但是今天这种很荒谬的想法 被带到我们的社会里面 为的是维护自己的权利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不公平的想法 当然我们抱怨这些没有用 我比较鼓励是说 我们所有认为这些政策 对我们造成妨碍伤害的家长们 我们要练习一件事情 自己的权利 要有勇气去争取 小孩子不是出生就有同性恋 这是荒谬的做法 一个婴孩 他怎么会有这种行为 而是他慢慢成长以后 经过社会化的影响 有一些人有这种趋势 我必须承认 生理的构造 但是这样这种少数人 我们必须用一种特别的法律 来保护它 而不是用普遍法 我想这些法律专家 应该去了解 不是我们的事情 我是相信 如果家长里面有这样的专长 勇于表达你的意见 因为加拿大是我们的国家 这个社会是我们安生乐利利益社会 将来我们的侄女要在这边成长 我们今天讲一些话 虽然不见得大家都同意喜欢 但是究竟对这个国家有帮助 我想过去所有的历史 都告诉我们这种事情 那么说到这个权利 最近也是有刚刚一个新闻 就是说死的权利 这个也是在北美社会 引起很大争议的一个话题 那么刚刚魁省是成为了 本国第一个允许安乐死的一个省份 那么很多 我相信很多移民 特别是来自这个无神论的背景 很多移民 就觉得这个社会 为什么会对这个议题 有如此大的一个讨论 人难道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死亡吗 那这个究竟是侵犯了谁的利益 或者怎么样呢 那么余文师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安乐死 会在北美有这样大的一个争议 我想首先是一种传统的宗教 是想认为人的生命是上帝给的 人没有权利去结束别人的生命 可是如果再谈安乐死 我觉得是过度简化 因为安乐死是一种很特殊的个案 而且每一个安乐死里面 牵涉的个案又是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安乐死来讲 今天我们都是 大部分人是没有面临到这种环境的时候 我们发表我们的意见 但是很少有安乐死 本身在这种环境的人 能表达他们的意见 你去看社会经营报告很好玩 它变成一种game 一种游戏 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 没有人有权利去决定别人怎么死 我觉得刚刚我说了 当一个组织要推动一个concept 它会把这个字用字用得很小心 很美丽很漂亮 安乐死其实就是帮助人杀戮 这是assisted killing 但是人就把它包装成为安乐死 你懂我那个意思吗 这样的话我觉得 人生命是个mystery 那如果让这个人被一个医生去打药 去结束他的生命的话 我们假设这个医生遵守这个道德ethic 还有这个医生是遵守这个法律去做 这个是很大的assumption 一个假设 但是你没有保障 他真的是不是按照这个法律 按照你真的是你是terminal ill 你可以把 就是可以注射一些给很脆弱的人 神志不清楚的人 这个呢是很难保障 是真的是杀人 还是帮助他安安乐乐的去世 我觉得呢这是很危险 如果你记得有一套电影叫游山杰口 几十年前一个日本的一套电影 因为当时候很穷困 然后呢 一个家庭不能有四代同堂 不嘛这是老祖母要死 不嘛这是baby 那个曾孙要死 那当那个家庭有第四个孙儿 这是那个曾孙出生了 老祖母就觉得他有这个duty to die 就是有责任要去死 他孩子很爱他 不想他要死 他就自己撞在墙 把牙齿弄不过 我老了我老了 然后呢他的儿子就把他背到山上 放他在那里 那种凄凉那种伤痛是很难很难的理解 但是因为当时的时候因为是重罚 然后呢觉得不可以有四代同堂 我觉得呢用到来到今天这个2015年这个时代 还有这些的想法的话 是退后落伍 真正的解决方法是 A palliative care 安宁 安宁照顾 不是killing 医生是用来医治 不是用来杀戮 我觉得到现在 我们看到这个好像一个很大的 scheme 我只有三个字 reconciliation 修复 修复关系 家庭的关系 亲子关系 夫妻关系 修复 然后together 两代同行 大家一起来面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break the spiral of silence 我们要把这个沉默的漩涡要打破 这样呢 因为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现在人都在寻找爱 寻找接纳 寻找同情 寻找有人一起 所以我们要回归到家庭 家庭这块 OK 那蔡先生怎么看待这个阿乐际 我觉得你看不同的民族 一些价值观 你可以看他怎么去庆祝一个孩子出生 怎么处理他们庆祝这个婚姻 怎么去处理一个人临终 都可以看出他们这个民族的价值观 另外一个呢 我想讲一讲我自己对加拿大价值观 西方价值观 对这个阿乐际的这个看法 现在还没谈到 他们还谈到一个人绝望 这个绝症的时候 一个人的专严 因为要谈到这个专严才会出现这个安若使 的这个建议出来 要是我理解对宗教的朋友 尤其他信奉一个神 说你的生命 只是通过你父母给你 其实是神给你的 那么你无权去了结自己这个神给你的身份 只有神能够做这个事情 那你绝对不能安若使 那在西方社会现在越来越多人去推动的时候 我要是有绝症 有一些比如说癌症 癌症最痛苦的 很多种癌症里面最痛苦的 就是骨癌 骨癌是怎么使的呢 骨癌的人会越来越瘦 越来越瘦的时候就要打麻病 就是打那个毒药 来帮助他这个痛苦 其他的药都不行了 打这个来减低他的痛苦 骨癌的人呢要没有胃口 要不想吃东西 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而且整个身体的骨都发痛 就打这个麻病 打麻病呢 在还痛了再增加麻病 在这个量一直增加下去 要是你说不允许他安若使 你就让他痛苦的 根本不可想象的这个情况 到最后还是死 那么他自己 或者是他的家人都说 应该让这个人 有他自己的专严 他希望他在记忆中他的他 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人 或者是不会到 一直痛苦下去 这个人越来越缩小 骨头要缩小 人体也缩小 这个所以会有一个安若使 但是西方社会对于处理 安若使是非常小心的 非常小心的这个法律 是怎么去处理这个安若使 这个会不会更明显推广到一个 相对比较普遍一点说 人一旦医生证明 他是一个绝症 无可救的时候 他就有权决定 他什么时候离开 现在争论呢 就是在这里 那么我可以看到 两边的观点都看到 所以大家都要理解这个 另外一个呢 我比较不认同就是说 所谓有一个认谋论 认谋论 就是人家是呼吁怎么样去推这个 我相信没有 我看到的同性恋的人 总括来讲 他们并没有去歧视 不是同性恋的人 他们要最有这个冲突的 就是他们要是要不是同性恋的人 不接受同性恋的人 他们有很大的意见 就是他们给排泄了 所以他们就有很大的意见 要冲突起来 就是这样 好的 非常感谢各位 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讨论 的确是我们现在通过这个讨论 发现呢 其实很多我们社会当中的这个道德议题呢 都是跟这个基督教的文化 以及世俗文化的这个冲突 是很有关系的 那么好在呢 就是说 你看现在圣诞节啊 我们帮助弱势群体啊 就是先爱心啊 这样的一些美好的传统呢 的确是都还在得以保留 希望这些传统呢 不要被荡化掉 那么在圣诞节呢 除了吃大餐以外呢 大家来思索一下 这个圣诞节 对于我们个人 以及对于我们社会的意义 的确呢 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好了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再会 感谢观看